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29号晚7点40分左右 抵达布伊诺萨利斯机场 手拉手步下旋踢 习近平夫妇受到阿根廷官员在场迎接 习近平逐一从中方官员和阿方官员握手 习近平适应总统马克里邀请 对阿根廷进行国事访问 在11月30号至12月1号将出席在布伊诺萨利斯举行的 20国集团领导人第13次峰会 访问阿根廷期间 习近平将同马克里举行会谈 双方将发表联合声明 并签署未来5年两国政府共同行动计划 以及多项合作协议 涉及经贸 金融 公共安全等领域 而出席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 习近平将就世界经济 贸易和投资 数字经济 可持续发展 基础设施和气候变化等议题 阐述中方立场主张 并同各方领导人交换意见 习近平预计将在12月1号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共进晚餐 还将出席金融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晤 复航卫视综合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29号抵达根廷布伊诺斯艾利斯 参加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特朗普在行前表示 对同中国达成协议保持开放 而在启程之后 特朗普突然发推文 宣布取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会晤 特朗普将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 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 在被媒体问及对会谈有何期待时 川普表示 尽为美双方都有意愿达成贸易协议 在被媒体问及是否将在峰会期间 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务时 特朗普先是表示可能会 但随后在空军音号上发推称 由于乌克兰船只和船员仍被俄罗斯扣留 他决定取消此前同普京的会务安排 但他又表示期待在相关情绪解决之后 再同普京举行有意义的峰会 此外特朗普在峰会期间 也没有安排会务深陷记者卡书及被害案风波的沙特王主穆罕默德 特朗普政府早前宣布就卡书及案制裁17名沙特官员 加拿大政府29号也宣布了同样的制裁 并透露正在全面审查向沙特的军售事宜 特朗普就一再表示 不愿取消对沙特的军售 红红卫视王又又 陈介元 华盛顿报道 在为期两天的G20峰会期间 多国领导人都将积极利用峰会进行不同的双边会谈 其中美加在钢铝关税上的摩擦也是格外受到关注 美国 墨西哥及加拿大在9月底就美墨加协定达成共识后 三国代表定于11月30号 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签署新贸易协定 时间与20国集团峰会同步 外界预期特朗普与加拿大总理特鲁多 会在峰会期间举行会谈 继续讨论双边贸易问题 虽然美墨加三国已达成新贸易协定 但美国对两国的钢铝关税没有放宽 继续对进口的铝及钢铁产品 分别征收10%及25%的关税 特鲁多早前表明 会在峰会期间向特朗普提出有关问题 寻求美国撤销钢铝关税 但称即使美国不撤销 加方仍会签署美墨加协定 不过会继续执行反制措施 俄罗斯总统普京 预料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 普京在11月15号出席东盟系列会议时 曾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 期望与习近平再次会晤 讨论战略稳定 以及发展双边关系等议题 另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与普京 有意加速有关两国和平条约的谈判 解决南千岛群岛 也就是日方所称北方四岛的争议 双方早前同意借二十国集团峰会之机 举行双边会晤 日本媒体报道指 安倍希望进一步展开领导人对话 以便配合明年六月大阪二十国集团日程 与普京举行会谈时取得具体成果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